沿水风泡 披萨店一日店长都没错过 那和实况主契儿妹近期展开 徒步环岛之旅 吸引不少粉丝观看 5号这一天 她的足迹来到了花莲 我相信人们其实 在这一堆河里 在这一堆河里 险距了山壁 沾南的海水 看见清水断崖的鬼斧神工 契儿妹也忍不住拿出空拍机 鸟看整个视野 而来到花莲 契儿妹当然没有错过 东大门夜市 尝试了各种游戏 其中拐杯契儿妹颇有心得 赢的比赛放声大喊 契儿妹玩完肚子饿了 找点台湾小吃 但才刚坐下来 就被民众一眼认出 欢迎您好 这是这个花生卷冰淇淋 好吃的花饼 谢谢 契儿妹也很亲民 跟民众拍拍照 更尝试里面有花生香菜的 花生卷冰淇淋 大赞非常美味 饱足后隔一天 启程太鲁阁国家公园 映入眼帘的是水蓝色溪流 和独特地形景观 让她惊讶到下巴快掉下来 目前契儿妹已经搭车来到台北 一天十多个小时的直播 也让全球粉丝 跟着她的脚步认识台湾 咱们新闻中的报道 已或许可见 尿色盯状 Start tú 费 需 不 neighboring